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上课咯 我是西松国小赖淑慧老师 今天我们的学习主题是 第二单元生命启示录的第四课 不一样的医生 在第二单元生命启示录里 我们将透过不同的生命故事 感受温暖 坚毅 创新与实践的力量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启发 了解每个人除了自我实现以外 也要能造福人群 这样才能活出生命真正的价值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第四课 不一样的医生 看看不一样的医生 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而他和需要帮助的人 又会谱写出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 今天我们的学习重点是 认识新闻报导的写作方式 在上课之前 请同学先准备好国语课本 以及蓝笔、红笔和荧光笔 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跟着淑慧老师 一起来认识不一样的医生吧 首先老师要给大家一个阅读任务 请大家翻开课本 聆听并阅读第34页到37页 也就是第四课的课文 在聆听与阅读当中 请用红笔标示自然段 并用荧光笔画下本课的重点 准备好了吗 三秒钟之后我们就开始咯 四 不一样的医生 狗医生不治病 真诚互动更疗愈 记者秋美晚综合报导 人生病就需要看医生 有一群不一样的医生 他们没有丰富的医疗知识 也不需要昂贵的收费 靠的是无私付出的耐心 与真诚的相伴 他们就是狗医生 台湾目前有一百多只受证的狗医生 他们接受过专业训练和实习 通过认证 随着四主到全台各地的老人服务中心 养护中心和儿童发展中心等地方服务 台湾狗医生协会成立于民国九十年 负责狗医生的教育训练与认证工作 正式的名称是台湾动物辅助活动及治疗协会 协会训练师邓慧金指出 国内外许多研究报告显示 狗医生提供的陪伴与互动 在辅助老人与儿童身心健康改善方面 有显著的成效 所以配合不同的服务对象 狗医生的工作内容也大有不同 面对育幼院的小朋友 协会训练师 会设计能与狗医生一起完成的团队活动 透过玩乐的过程 鼓励小朋友与其他人互动 学会照顾队友 培养健全的人际关系 很多个性害羞的小朋友 在活动结束后 都愿意敞开心胸 聊聊可爱的狗医生 并且希望可以多认识他们 针对智力及体力退化的年长者 狗医生 则发挥辅助老人活动的功效 老人往往因为生理机能退化 而行动意愿降低 甚至终日躺过不愿活动 导致四肢末梢 血液循环不良 为了鼓励年长者 多多活动筋骨 治疗师会为年长者设计喂食 梳理毛发 带狗去散步等简单的任务 什么样的狗 适合担任狗医生 不需要民种协同 也不分大中小型犬 只要愿意亲近人 温馴且性格稳定 都可以接受训练 邓慧金表示 狗医生的训练分为 初、中、高三个阶段 从最简单的指令动作开始 后期更会加入情境模仿 和辅助训练 这些都需要四主 全程学习与配合 可以说 每一只狗医生的背后 都有一位充满爱心的四主 狗医生平时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穿上工作背心后 立刻化身为最乐意付出 最有耐心且没有怨言的医生 这群不一样的医生 默默服务 需要长期关注 与陪陪伴的朋友 剖写一夜夜 温馨动人的故事 小朋友 如果阅读完这一课之后 你是不是已经找出七个自然段 以及课文的重点呢 接下来 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 看出它是一篇新闻报道呢 请你用红笔把它圈起来 找到了吗 首先在文章第一段的开始 写着记者秋美晚综合报导 这里写出了采访记者的名称 而综合报导 就是记者针对一个主题所进行的报导 报导中包含了相关的事实 动态成就和问题的 因此显而易见的 当我们一看到这里 马上就能知道 这是一篇新闻报导哦 另外在这一页的右上角 写着康宣日报 这就是报纸的名称 而在文章的前面 有一行字体较大的字 上面写着狗医生不治病 真诚互动更疗愈 这就是新闻的标题 透过新闻标题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 这篇报导是要介绍狗医生的故事 像这种新闻报导的文章 也是属于应用文的一种 所谓的应用文就是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有特定目的写作得适的文章 像是日记书信的都是属于应用文 小朋友 你平时有阅读新闻报导的习惯吗 你知道一篇新闻报导在写作时 应该让读者知道哪些讯息呢 接下来老师想要先跟大家介绍 新闻报导的写作方法 让你明白如何写好一篇新闻报导 未来如果有机会当校园小记者的话 就可以写出一篇精彩的文章咯 新闻报导的写作通常会采用六合法 也就是五个W 一个H 什么是六合法呢 首先第一个合是合人 户 也就是要写出新闻的人物或主角 第二个合是合时 where 要写出事情发生的时间 第三个合是合地 where 要写出事情发生的地点 第四个合是合事 what 也就是要写出发生或做了什么事情 第五个合是为何 why 主要是描写事情发生的原因 第六个合是如何 how 也就是要写出事情是如何进行的 简单的说 一篇新闻报导里 应该要写出 人物 时间 地点 做了什么事情 原因 和如何进行的 只要 只要掌握这六个写作的重点 就可以把你的新闻报导写得非常的清楚 让读者可以迅速的获得讯息哦 有了基本的认识之后 就让我们利用六合法来找找看 读完不一样的医生 这篇新闻报导 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资讯呢 首先 在新闻的标题 以及第一段的部分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本篇报导的对象主角 就是狗医生 而在第二段的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 狗医生服务的地点 是在全台各地的老人服务中心 养护中心 和儿童发展中心的地方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的内容告诉我们 许多研究报告说明 狗医生提供的陪伴与互助 在辅助老人 与儿童身心健康改善方面 有显著的成效 这里说明了 为什么会有狗医生的服务 而狗医生 为什么会到老人服务中心 养护中心 和儿童发展中心 等地方服务的原因 在第四段里 我们可以看到 狗医生透过玩乐的过程 让育幼院的小朋友 培养健全的人际关系 这里说明了 狗医生的工作内容 也就是 狗医生做了什么事情 狗医生服务的对象 不只是小朋友 还有老人 接下来 我们可以发现 第五段的部分提到 针对智力和体力退化的年长者 狗医生可以发挥 辅助老人活动的功效 这也是属于狗医生的工作内容 在第六段的内容中 我们可以看到 狗医生训练的过程 什么样的狗 适合担任狗医生呢 只要是愿意亲近人 温馴且性格稳定 都可以接受训练 狗医生的训练 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初期是训练简单的指令动作 后期是情境魔法和辅助训练 这个部分说明了狗医生 是如何进行训练的 接下来 我们可以将报导的内容 利用六合法 整理成一个表格 首先第一个重点 什么人 在这个新闻报导的人物是谁呢 是狗医生 第二个重点 在哪里 狗医生服务的地点 是在哪里呢 狗医生服务的地点 是在全台的老人服务中心 养护中心 和儿童发展中心 第三个重点 为什么 也就是为什么需要狗医生服务的原因 因为根据报告显示 狗医生提供的陪伴与互动 能够改善身心健康 第四个重点 做什么事情 狗医生平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事情呢 狗医生透过玩乐 培养小朋友健全的人际关系 与辅助老人活动 第五个重点 如何训练 也就是说明了狗医生训练的过程 要成为狗医生 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只要是愿意亲近人 温馴且性格稳定的狗都可以接受训练 狗医生的训练可以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 初期是训练简单的指令动作 而后期则是情境魔法和辅助训练 利用六合法是不是更能找出文章的重点呢 最后我们统整这些讯息 把讯息整理成一篇短文 不看病的狗医生 在全台各地的老人服务中心 养护中心和儿童发展中心等地方服务 根据研究报告显示 有了狗医生提供的陪伴与互动 能改善老人与小朋友的身心健康 透过玩乐可以培养小朋友健全的人际关系 和辅助老人活动的成效 亲近人温馴且性格稳定的狗 都可以接受训练成为狗医生 狗医生的训练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 初期是训练简单的指令动作 后期是情境模仿和辅助训练 新闻报导有传递讯息的功能 容易引起读者对于人物主题的感动 注意以及重视 记者透过狗医生这个主题 除了让读者可以知道 狗医生平时的工作内容之外 还可以引起大家对于狗医生的重视 并给予他们掌声与支持 让更多的人或是狗医生 能够投入这个服务团队 为社会带来温暖 谱写更多温馨动人的故事 小朋友上完今天的课 你是否对于新闻报导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呢 古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阅读新闻报导不仅可以提升阅读能力 强化写作技巧 还可以开阔视野 增广我们的见闻 最后让我们来回顾本节的学习重点 第一个本课是新闻报导 文体形式属于应用文 第二个新闻报导的写作方式 可透过六合法来进行报导 让读者获得完整的新闻资讯 下一节是第四课不一样的医生第二讲 老师将持续带着大家认识新闻报导的写作要素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